其中一种笔者最害怕看到的续集,就是上集已将所有故事限圆满结束,发挥至极致,每个角色皆得到恰如其分的下场,例如有情人忠诚郡署等,剧情已无以复加,起料却碰到电影公司鉴于上集卖座,最强行命令导演开拍其下集。 在此情况下,导演唯有将上即已建立好的关系或角色归宿重新打破,例如恩爱的两小口子突然琴海翻波,或遇上第三者,致使二人反面分手,跟着在炮制各种不乎常理的离合曲折,使二人最终得以复合。 其中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,便是1994年的《金之玉叶》第一集,笔者原本对其喜爱非常,先后重看了多次,但到了两年后的第二集,导演陈可兴在上集的《男男同性恋遗云》上,狗尾虚雕,强行加上另一段的《女女同性恋遗云》,笔者觉得此举不大幽默或搞笑,却严重破坏了男女主角二人的童话关系,无以扫兴非常,故此事后就连第一集也不喜欢上。 没有再重看。 同样的情况亦发生在本片之上,其实上集的成功,在于拥有一条清晰的故事线,便是三兄弟中之大哥黄子华的两个个人心结,及他对就爱邓丽心的念念不忘,与及跟两个,一父一母,弟弟互相兼多年的恩怨情仇,而导演巧妙地及三顿饭将这两件事,引爆,扩大,至谅解而大结局完场。 笔者当中最喜爱看的,却是黄子华跟李明珍的一对,他们两人间的忘年恋浪漫别致,结局里他俩更得以友情人终成眷属,使笔者联想到Woody Allen指导的Magic and the Moonlight之情节。 但这次的续集,笔者在两个月前初看其预告片,直觉人物众多,难以触摸到主题所在,再加上失去了主心谷黄子华,历史时笔者涌起上述的金枝玉叶心理阴影,入场前早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 在看过电影之后,没有失望,因没有惊喜,因骗子的成绩正好和笔者之前的预期一模一样。 只因没有了黄子华做电影的定海神针,更缺了上述的两条主线,剩下的五个主要角色,张继聪,邓立新,陈湛文,王玉芝,林明珍等,除了二老,三老是兄弟之外,其他三人严格来说并无正式亲人关系,导演及编剧在处理他们的交集方面,便显得进退维谷,反复无常。 他更选择走上处境喜剧路线,在两对男女的琴海翻波,加入大量挫摸,误会的爱回家招数。 祝,爱回家,乃本地电视台的一套长寿处境喜剧也,甚得观众的热捧。 可惜那群演员尽管资历深厚,却缺少了爱回家,那十多个主要演员常年累月所建立的默契及化学作用, 例如谢君豪不管如何努力去欺负蒋志光,也难以营造出如《爱回家》中大小姐欺压小秘书的同等惹笑效果。 导演陈永生在前作《逆流大叔》及《泛系公星》上集中,已显出他是个说故事高手,能借主角的遭遇而做到悲喜交集,观众成功带入到角色,对产生共鸣。 但如今与本片处理手法却明零碎混乱,时常出现某两个角色在两分钟前还吵架,突然下一秒钟又像没事人般继续说笑,形同神经汉一般。 最经典的例子,就是戏中张继聪跟谢君豪在婚宴中破面决裂,谢君豪愤而离去,但电影为了赶着玩场,唯有安排在三分钟之后,谢君豪竟然跑回来主动给张继聪支付酒席账,二人一笑敏恩仇, 让笔者看得目定口呆。 再加上音缺了黄子华这个最大的卡式,电影公司敬畏张继聪,陈湛明这两个在上集里形同孤儿的角色,凭空加入十个,八个角色来插颗打斗,希望能复制当年雄霸喜剧界的新一程套路,做到两分钟一小笑,五分钟一大笑的效果,无奈这些演技精湛的演员中非全面的喜剧能手,笔者大部分的时间对他们的几枚弄眼无动于衷, 反而觉得其加入,严重打散了那两对爱侣在上集中所建立的感情冲突,弄至两头无道岸,或两面不讨好的意思。 诚然,电影的最后一根稻草便着落到林明珍身上,全套电影几乎皆倚靠她的半弦半淡广东话来支撑大局,正如另一套港产片《填词L》所言,广东话真的极其复杂难懂,这位大马姑娘不停在片中用错成语,曲解一死,附上十分钟,十五分钟的神来之笔,竟成了唯一斗得笔者大笑的电影工程。 最后,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,请在YouTube上订阅,点赞,点语正评。 谢谢。